好的 我们来看第一章 第一章的话是关于一些基本的概念 在标题或者说在封面上 你也看到我们用的这本书是来自于萨米尔森的这本经济学 为什么没有选择用的更多的曼昆的那一本经济学原理 主要是想换个脑筋 好的 首先是问为什么你想学这个 事本上给出了三个答案 比如说有人说我为了想挣钱 有人说我如果不学这个 那么在现代社会就是一个文盲 还有一种就是可能是出于某种兴趣 比如说我每天看报纸看电视 我看到了很多关于经济方面的一些问题 我可能对这个东西想要有更深入的一些学习 然后是两个主题 两个主题贯穿始终的两个主题 一个就是所谓稀缺性叫做scarcity 而另外一个是关于效务 所以如何去定义我们的经济学 经济学不是光谈钱的事 不是光谈钱的事 它是关于有限的这样的资源 是如何进行分配的这么一门学问 有限资源的如何分配 然后所谓稀缺性 什么是稀缺性 资源的有限 或者说元素给出的是objects 这些物体的一个有限性和我们需求的一个矛盾 或者说用更哲学的预言就是有限的资源 与无限的需求之间的一个矛盾体 事本上也提到了 如果我们的社会能够提供无限的资源 你想要什么 它马上就可以有什么 马上就可以有的话 那这种情况下 社会的资源是无限的情况下 那我们可以说 这个学问就不存在了 这个学科就不存在了 因为它前提就是社会无法提供你 无限的 无定无尽的资源 再来 什么是什么是所谓的有效性呢 有效性就是说 你这些资源能够来满足人的某种需求 或者是某种愿望的这么一种能力 能够满足那么就是有效 满足不了就不是有效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个分支 两个分支 也就是说是否要拿起你的放大镜 如果我不拿 如果我拿着显微镜放大镜来看经济 我们有一个所谓微观经济学 小到一个家庭 甚至是你个人的一个决策 这都是经济学 我们的家庭 家庭的决策也是经济学的范畴 从 词员上来看 词员上来看 你最开始看到economics的那个eco 这个可不是环境 这个是来自于古希腊语的家 然后后面的nomi 来自古希腊语的法 所以连在一块就被称为奇家之数 奇家之数 其实是管理一个家庭的办法 小到一个家庭乃至于你自己的一个决策 比如今天我上午吃不吃鸡蛋 那这样的一些决策 或者是再稍微大一点你所在的学校 今年今年要构进多少的教学仪器 再大一点 比如说或者说你在公司上班 你的公司今天决定 要新招聘多少的员工 这些都是经济学的课题 这是微观经济学的范畴 然后宏观经济学再大一点 国家或者国与国之间 或者是一个经济的总体的运行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趋势 那么这种问题都是宏观方面的问题 宏观经济学 再往后看 作为经济学 经济学研究的办法 用科学的办法 这个东西在任何一门课 几乎任何一门课 只要是大学级别的课 都是从这个方面探讨入手 我的化学也是 物理也是 最开始都有所谓的 都有所谓的这个导论 关于科学办法的一个讨论 那什么是科学的方法 简单的说就是有那么一套流程 例如提出假设 例如观察 例如求证 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个科学的方法 然后比较硬核的是 宏观上提到了一些所谓谬误 比如第一个 第一个叫Post-Hawk Post-Hawk的谬误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也很好玩 它来自于一股 这个这个 拉丁语 我们来看看它给出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叫Post-Hawk Ergo-Prapte-Rawk 如果在什么东西之后 那么 那么 就是为了这个事情而来的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今儿中午吃了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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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能不能够推得出我今天早上是没有吃饭 不行吧 对吧 这中间并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这个逻辑联系 对不对 我也可能是早上吃了饭中午还在这吃一顿 所以问题就在于 这个麻烦就在于 我做了后面这个事一定是前面那个东西为因 前面发生的事情为因后面发生的事情为果 但实际上不一定能够推倒过来的 再来 第二个就是所谓控制变量 这个不需要我们去多谈我们的 只要是门科学啊 尤其是实验科学 那一定就是要让你的结论有说服力 就得控制住其他变量不变 第三个也很好玩 所谓的这个构成或者是组成的这么一个谬误 组成谬误构成谬误 那么他说的是什么 能不能够管中亏报 能不能够看到一点点东西就可以推广到所有是这个样子 这个也办不到啊 其实比如说我今天中午没有吃饭 今天中午没有吃饭 你能不能就说明我中午其实是不吃饭的 那每天中午都不吃饭不一定 不一定 有可能是因为我上午刚好失恋了 三个基本的问题 如果以后我们碰到一个经济学的问题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看是不是由这三个问题所衍生出来的 比如第一个我们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这类的东西 第二个是我们如何去生产它 第三个是我们为谁来生产它 接下来说法上还提到另外两种这个经济学 或者说经济学在不同的分类标准之下 那么可以有不同的分法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是看事实还是看价值判断 如果是关注的是这种事实 我们把这种叫做这个实证经济学 实证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 那实证经济学关注的是事实 比如他给出一个例子 那自由贸易的情况下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呢 这个不存在是经济判断 这个价值判断 那这就是一个事实问题 我们可以去查比如说每年的年报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一定会有数据来支撑我们到底在比如近十年或者二十年以内 那么他们的收入是否是在增加呢 再来下一个问题是 如果我们是不是一个事实 而是要去关于如何去判断证物 或者是是否应该是这样 那这种东西我们给他一个叫做规范经济学 normative 或者也叫价值规范经济学 那这个东西就牵涉到一个价值判断 例如他下面给出的例子 那些穷人是否需要工作 然后才能够领到政府的救济呢 这个就不是个事实 这个就是假设是吧 或者说是一种是不是应该这样的一些问题 那这个就是我们规范经济学要探讨的话题 再来 关于经济学的两个极端 两个极端是政府说了算的 书本上叫做指令经济 政府说了算的指令经济 以及由市场说了算的所谓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 指令经济与市场经济 那我想的话指令经济多少就是我们以前更熟悉的那个名字 叫计划经济 政府规定你该怎么样去生产 包括在80年代时候的那种量票制度 是吧 然后是市场经济 由市场说了算 包括书本上给出了另外一种所谓的放任 放任式的办法 就是政府完全不管 完全由市场进行调解 然后呢 其实我们真实的经济 一定是这两个所结合在一块的一个产物 没有百分之百的 没有百分之百的所谓的市场经济 而如果完全是政府说了算的经济 我们也知道这样经济也不好 不得到哪里去 对不对 接下来是关于输入和输出的话题 输入的东西是什么 对吧 我们考察的其实是一个生产的过程 输入我们需要原材料 需要人力成本 需要技术手段 那么就是有原材料 然后还有人的一些劳作 再加上技术 最终我们得到一些输出 输出的也是一种劳务 或者是一些产品 而这些输入的所谓的输入 包括了些什么 三个生产要素 如果你学过一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学的话 这些东西应该是很熟悉的东西 比如土地 或者更广义的说是自然资源 土地 自然资源 接下来劳务 工人的劳动 以及资本 资本就包括了资本家们提供的 例如厂房 例如这些生产的设备 好 再往下走 这里有一个很核心的概念 也是在第一章里 要学到的另一个非常硬核的东西 叫做生产可能性边界 叫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生产可能性边界 那什么意思 那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这个例子 就是大炮和黄油 这两个东西的话 一个是民生的黄油 一个是军事的大炮 两者的话 他们都要占用社会资源 那我到底是应该生产哪一个 那下面给出了一些可能性 比如说 如果我一点黄油都不增加 都不生产 那我可以造15 这里不是15门 这是所谓15000门 15000门的炮 而如果是我生产 这里是百万磅 100万磅的黄油 那么就要将一部分的生产资源 从生产枪炮 生产大炮 一到我的黄油上去 所以这边生产的量就少了 那同样 这个东西如果增加到 所谓500万的话 500万磅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没有资源 再去生产枪炮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进行折中的一个选择 我到底要保留多少炮的生产量 同时我要保留多少黄油的生产量 要知道老百姓的生活 可能跟这个更为相关一些 但是国家的安全 似乎有得考虑这方面 所以两者间 你就得平衡一下 这里面是一个经典的黄油和枪炮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问题 搬到这里来 比如说 我有一笔钱 那么我是拿来 比如说每天的零钱 我是拿来买书 还是拿来吃饭 是吧 我要都拿来吃饭 我可能会去吃一个更好的 更高级别的套餐 但是我就没有钱去买书了 倒过来说 如果我要攒钱去买书的话 我每天的吃的东西可能就得往下降一点套餐的品质 但你会发现这样的比较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决策 仍然是基于什么 我们的钱是一定的 对吧 如果我特别特别的有钱 钱不是问题的话 我仍然可以保证 我既可以买很多很多的书 任何书我都可以买 同时同时我还可以保证我吃最高级的套餐 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决策 其实还是源于我们最基本的 我的资源是有限 同时我要怎么样去分配我的资源的问题 对吧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点连起来 如果我们以枪泡的数量为一根轴 把黄油的数量为另外一根轴的话 我们就可以将这些点连起来 当然我得说的是 这幅图并不是配刚才的这个表 我并没有下载这本书的电子版 我只是随意从这个Google上面找到的图 因为这种东西实在是太遍地都是了 你随便一找就有很多这方面的图 然后我们画出来的这条曲线 把这些点都连起来之后 连成的这条曲线 这条曲线就被称为生产可能性边界 所谓的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生产可能性的边界 然后呢我们就要知道在这上面的点 在这个上面的点 就是这些所谓的有效率的点 这个时候是把我们的生产 生产效率是发挥到最大 而在这条曲线之外的点 比如这里的X点 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生产条件 实际上说达不到的 我们做不到这么多的枪炮 和这么多的黄油 同时能够生产出来 然后是两个极端你要知道 比如这个地方 当我们把所有的资源 都拿来生产枪炮的时候 这是我们能生产最大量的枪炮的地方 而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资源 都倾泻到了我们的黄油上面 我们能得到的黄油量是这么大 接下来这个是我们偷懒的时候的情况 我们并没有把所有的资源都利用上 那么这个就被称为一种 无效的或者是效率低的情况 如果是效率足够高 我们是应该能够落在边界上 如果效率不够 在里面效率达不到 或者说生产可能性达不到 那么就落到了外头 然后我们会说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再提高一些效率 使它达得到呢 这是有可能的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可以有技术上的革性 所以这里还有这幅图的一些其他的变化 例如我们这个线是可以向外推的 例如像这一个 它这里有个说老的技术和新的技术 当新技术引用了之后 你会发现我生产的枪炮的数量增加了 当我把所有的资源都放在枪炮上的时候 你会发现枪炮这一段量比起原来要增加 而我把所有的资源都倾泻在我的黄油上来说 黄油还是能生产这么多 换句话来说 这个新技术是生产枪炮的新技术 不是生产黄油的 黄油的生产能力仍然跟原来保持的一样 这是如果我们的所谓 这个新技术的引用会带来的影响 然后这个地方是另外一个例子 生产DVD机和生产 这个MP3的一个情况 那这一次 这一次显然如果把所有的技术 或者说所有的生产资料 都是放入到或者投入到我的生产MP3上来说 你会发现MP3的量比起原来来说增加了一块 对不对 这条线往这边走了 但是如果我仍然是放在生产DVD 发现DVD还是生产这么多 放进去来说 这个技术这个技术导致的只是生产MP3的这一块增加 但是已经能够使这条曲线发生变化 总体来说在这条曲线以内的区域增加了 所以这个社会应该说是整体来说的产能是增大 还有没有可能两边都增加呢 也有可能 对吧 也有可能 你比如说我们的教育 比如说我们提高了工人们的教育程度 那么这个受教育程度提高之后 这个工人可能既可以生产这个 也可以生产那个 是吧 两边增加而不变 而是两边都可以增加 包括有可能会引入了新的 比如说生产材料 比如原来的东西 这个用更多的其他的材料所替代掉 所以你的原料更加的丰富 也可能会导致两边都同时增加的情况 所以要看守这些三个图 要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 接下来也是个非常有趣的概念 就叫做机会成本 Opportunity Cost 那机会成本是什么 就是你做一件事 所谓牺牲的另外一件事 比如说现在你在听我的 听我的这门课 是吧 这门课大概这个视频是20分钟左右 你就花了20分钟时间来听我的课 然后呢 然后呢 天下没有免费的晚餐 这地方可能我浪气会更好一点 没有我免费的午餐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你花20分钟听我的课 你就失去了20分钟去听别人的课的机会 这20分钟是找不过回来的 你说我之后我再去听一下别人的 但是这20分钟是一曲而不复返了 包括包括你把时间花来听我的这个经济课 你可能就把这20分钟没有办法去学习 例如我的化学课 所以永远都是你在做一件事情的同时 你在失去做另外一件事情的可能性 而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 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所谓机会成本 这个东西你可以一直列下去是吧 我在学经济学的同时 我就没办法去例如谈恋爱 我就没办法去锻炼身体 我就没有办法去听音乐 我就没有办法去怎么样 那么谈恋爱 锻炼身体 听音乐这些东西 通通通通都是学这个东西的所谓机会成本 所以聪明人是什么 聪明人是在于 我应该怎么样去平衡呢 我到底应该学什么 才是对我来说可能最有效或者最有利的 最后来稍微谈一谈效率的问题 刚才有说过 刚才有说过 就是如果给你一条生产可能性边界 那么有边界内部的 有边界外部的 也有边界之上的 要知道边界外部的 这是我们达不到的 目前的水平 我们最多只能达到边界上这样的一种生产的一个量 那落在边界上面的就是有效率 坐在边界里面的就是没有什么效率 说明还有些能量 明明可以生产更多东西 但你没有把它投入到生产里面去 没有投入到生产里面去 不过一个要趣味的话题就是 是不是我们永远都要去追求这个呢 最大的产量呢 对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有点太 比如说这个996了 或者是太工具人了呢 有时候也许带心拉点屎 让伴佛一点 也许会好好的 好了 以上就是第一章 我想谈的一些话题 我们第二章再见吧 下次再见 拜拜